我們今天主要要討論的議題是關於教育裡面的正義跟公平的問題 讓我們台灣的教育的正義跟公平問題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很多地方是讓我們覺得怎麼搞的怎麼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有三位講者 第一位是柯更新老師 柯更新老師他是專業是幼教 然後他另外一個專業是音樂 所以柯更新老師剛好又是男生 男生在幼教裡面很可憐 你說他是寶也是寶 你說他是草也是草 就覺得可憐的感覺 柯老師會跟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台灣現在幼兒教育 所面對到的一些困難問題或這些相關的狀況 那麼他大概講完之後呢 第二位是賈士軒老師 那賈士軒老師是桃園縣的國中的輔導老師 那他同時也有在問題認學校協助做這個 福島的一些培訓的工作 那賈老師會跟我們分享 就是整個我們現在國高中在福島這一塊 大概有什麼樣的狀況 還有面對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由我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關於現在高等教育的相關問題 好那我們知道我們今年已經有兩個學校倒了嘛 各位這樣有兩個學校已經倒了嘛 一個叫做高鳳數位學院 他才成立十一年都倒了很慘 另外一個是 永達技術學院 那這個會倒也不意外 因為他的資金實在都用太奇怪了 那到時候我也提供各位 如果您家有孩子有親毛好友 萬一你們真的需要挑大學的時候 怎麼挑?不會挑地雷 我會告訴你怎麼挑 對相信我絕對有效 OK我還順便告訴各位 什麼地方去找資訊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歡迎柯老師來跟我們報告一下 問一下台灣在幼兒教育方面 他的公平正義有什麼樣的困難 或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來歡迎柯老師 各位在座的 其實應該算起來都算是我的長輩 所以各位長輩大家晚安 好 好 那我是內湖國小福射幼兒園的科更新 那我今天要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台灣現在的幼兒教育的環境 那請問一下大家知道 現在已經不叫幼稚園 也不叫托兒所 那應該在學前教育這塊應該要叫什麼? 學前教育的學校應該要叫什麼? 我們現在有一個統一的名稱 他就叫做幼兒園 那現今的台灣 幼兒園主要分成兩大區塊 這個是私立的幼兒園 這個是公立的幼兒園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前面不會寫XX國小福射幼兒園 或者是他前面不會寫某某市的幼兒園 那如果說他是公立的幼兒園的時候 他前面就會有比如說 以這個為例 新竹市香山區 捷東國民小學富社幼兒園 所以你要分辨公立或私立的話 其實就是看一下他們的名稱就可以分辨得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幼兒園現在在台灣的數量 總共有七千多所 其實是非常的龐大的 那但是呢 在七千多所裡面 只有三成是公立的幼兒園 有七成是私立的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其實還包括了公辦民營的學校 公辦民營就是指政府去經營 他去籌資金 他去設立之後 讓民間有興趣 或者是有幼兒教育專長的一些人 來做一個承辦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幼兒園的教學模式 大家都知道小學跟國高中 主要會有課本 然後老師就是按照他們的教學計畫去提醒他們的課程 那幼兒園究竟要教什麼呢 幼兒園不就是去那邊吃喝玩樂 然後睡一下 下午再起來吃個點心就回家了 其實不是喔 而是我們大家對於幼兒園一個很大的物件 在全世界的幼兒園裡面 他的教學模式 其實我只列了這幾種我們比較常見的 但是其實他多如牛毛 就是很多人都設計出很多的幼兒園的教學模式 主題教學課程他的單元設計教學 這是台灣最常見的兩個部分 他會先設定一個主題 然後讓孩子們 老師先做簡單的介紹之後 讓孩子們自己去探索 那老師在從旁協助 比如說海底世界 老師先用一個故事 或者是繪本去引起他們的動機 讓他們學習有興趣之後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建構出 可能把整個教室變成了海底世界 然後他可能會在這裡設一個潛水區 這裡設一個深水區 然後裡面做的所有作品 都是由孩子自己去建構出來 老師只是在旁邊做引導的部分 那接下來大家還很清楚的 就是蒙特索利還有華德福 蒙特索利他是義大利的醫學博士 那他原本是以特殊教育作為起點 那後來他慢慢的把特殊教育的概念 引進到了幼兒園的部分 然後華德福他重視的是自然的素材 他不希望小孩子用太多人造的東西 所以他講求的是一切取自於大自然 高增園祖是美國的一個教育方案 底下的其中一個小方案 美國有之前他們在大概60年代的時候 他們有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學家叫做杜威 那杜威呢他那時候 他是以小孩子的興趣去做課程的設計 但是後來被發現說 他的課程小孩子都以孩子的興趣去做考量的話 小孩子有時候會懶惰不想學習的時候 他的教育就會變得非常的緩慢 而且會非常的沒有效率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推動一個法案叫做 就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希望能夠投注一些經費來支持孩子們在學前的一塊非常重要的教育 所以就高增園祖和河濱街的出現 那瑞吉歐他其實也是一種主題式的教學 那他是在義大利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幼兒園的收費部分 大家都知道公立幼兒園 其實他講的就只有一開始 開選的時候的註冊費 你註冊費講完之後 接下來不用講任何費用了 除非你要去校外教學 除非你要做一些其他的額外的支出 老師才有可能會跟你說 喔爸爸媽媽不好意思 我們這次校外教學可能需要負擔一點費用 所以除了那以外 公立幼兒園只有註冊費 那總共是多少呢 學費加上雜費 雜費就是比如說點心費啊 午餐費啊那些通通加起來 一學期大約南北會有差異 大概在一萬四到兩萬二五之間 那在私立幼兒園的部分 大家都有念過私立幼兒園 或家裡有小孩念過私立幼兒園 都知道他除了註冊費以外 還要加上月費 所以他一學期這樣花起來 從幾萬塊到幾十萬的都有 就是要看他究竟可能蓋得多豪華 或者是他裡面用的教材 或者是他們的理念 經營的理念和模式去定他的價錢 那在幼兒園來講 我們裡面的那些老師也好 主任也好 教保員也好 我們統稱都叫做教保服務人員 那園長他就是一間幼兒園裡面的頭筒 那如果說他是複設幼兒園 小學複設幼兒園的話 園長就是校長 就是小學的校長 那他底下會在設原主任 就跟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是一樣的 那幼教師其實跟補小老師 補中老師 高中老師 都一樣是老師 但是教保員不一樣的地方是 幼教師他必須要考取證照 國家認證的教師證 但是教保員不需要 他只要能夠通過 每年政府所辦的徵事就可以了 那助理教保員跟教保員 又不一樣的地方是 助理教保員可能只有高中的幼保科畢業 教保員他可能是又教相關科系畢業的 好 我想要請問大家 醫生需不需要有醫生證 醫生執照 要 對 請問律師需不需要有律師執照 也需要 那會計師需不需要有會計師執照 也要 但是在台灣這個 現在已經邁入了證照去 呃 讓大家能夠獲得保障的時代 請問一下老師需不需要有證照 不需要 通通小孩子騙騙大家 其實老師也是需要證照 從幼兒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通通都是這一張 教師證 但是呢 現在的立法院 要進行的一個修法 就是他要把右教師整個拔除 他想要把教師證取消掉 對 他以後不要用老師 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探討的部分 那 請問大家會想要讓沒有執照的蒙古大夫看病嗎 我們不否認 也有蒙古大夫是非常厲害非常優秀 可是有一張證照 總是國家的保障 就是我們比較會有品質上的保障 那如果連老師最基本的證照都沒有的時候 隨隨便便任何一個人進來教你的小朋友 其實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今年的7月就爆發 高雄市有一間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叫做麥米倫幼兒園 他裡面聘用了一位加拿大籍的外語老師 那個老師 他囚禁了麥米倫裡面的女老師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這個新聞是在今年的7月的時候爆發出來的 然後他除了囚禁女老師之外 他早就已經居留權或者是他的居留證都已經過期了 可是呢 他卻還在台灣繼續工作 幼兒園也繼續聘用他 甚至他是空氣犯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場合跟局面 就是因為沒有證照制度的把關 我們現在遇到的修法爭議是 私立業者 當然不是所有的私立業者 也是有許多私立業者是反對這項修法的 但是有一些私立業者他們是希望立委能夠 在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這個是我們幼教法 幼教這個領域裡面的最重要的法案 第十五條跟第十八條 他們希望能夠做一些修改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他們要有修法的整個脈絡 在101年就是三年前 我們的學前教育分成兩大訓話 一個叫做托兒所 一個叫做幼稚園 不是幼兒園 幼稚園 就像日本人他們跟我們說的UGM一樣 那托兒所他主要是隸屬於內政部的社會局 去管轄 他的收拖年齡是兩歲到六歲 那在幼稚園的部分呢 他是由教育部做管轄 他是從四歲到六歲 大家有聽到兩歲到六歲 四歲到六歲 所以那個灰色地帶是哪裡 四歲到六歲這一塊 你四歲到六歲你可以送托兒所 也可以送幼稚園 但是兩歲到四歲你可以送幼稚園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是因為之前的托兒所 主要是因為我們台灣以前是農業社會 所以我們以前會設立農馬托兒所 是讓家長在去田裡工作的時候 能夠孩子有一個照顧的地方 所以他兩歲到四歲的這個階段 他會希望設立托兒所去照顧這些孩子 但是到四歲到六歲的時候 國際上面的教育趨勢都是漸漸的 他們發現幼兒教育其實是 一個人的人格發展 他的學習習慣 以及他的健康 身體健康最重要的階段 你在小的時候 你沒有養成好良好的習慣 所以學習慣教育其實是最重要的區塊 如果你沒有在學習慣教育先幫他們扎根好了之後 他長大其實是有機會改變 但是那個機會是很低的 所以他們漸漸的把教育往前延伸 延伸到四到六歲 在法案上面來講的話 他一定要兩個老師 在101年的幼稚教育法裡面 不是幼稚教法 是幼稚教育法 他規定幼稚園裡面 每一班都要有兩個老師 但是在托兒所 他不一定要有老師 他可以是教保員也沒有關係 但是之後 因為他們希望品質能夠統一 所以幼稚園跟幼稚園 我們希望能夠用同樣的品質去經營 去讓每一個孩子的受教權都獲得保障 讓每個人都能夠受到差不多品質的教育 所以他們要進行幼稚園整合 幼稚園整合 那時候其實在幼稚教育這一塊 我們現在把幼稚教育分成兩大區塊 一個叫做幼稚教育 一個叫做幼稚保育 保育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讓他不會有生命安全的威脅 讓他能夠滿足馬斯洛夫的最基本的需求 生理藏的需求 愛與隸屬 還有安全感的需求 這是比較屬於保育的區塊 那在教育的這一塊 我們強調的其實是孩子們的思想 他們的知識的建構的部分 那所以說其實幼稚園的老師跟托兒所的教保員 差別是在於說幼稚園的老師其實跟國小 國中老師一樣 我們也要念教育心理學 也要念教育哲學 也要念教育社會學 也要去了解各種教材 或者是各種課程的設計 所以這是我們跟教保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教保員其實他們也都非常厲害 也都非常的有經驗 但是就像是現在是不能提拔的 他們都依據他們的經驗來教學的時候 我們以前的經驗就是 爸爸媽媽都會說 我以前一樣是叫人說大聲的 不過現在你在幼兒園裡面 有可能可以說他嗎 沒有可能 所以不是說經驗不好 而是我們要有更多的教育的理念 去支持著我們的幼兒教育的部分 所以其實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至少在大班這個階段 五歲以上的孩子 至少一定要有一個老師 五歲以前的班 因為其實台灣 剛剛我們看到私立業者 他們佔了七成 公立業者只有公立的學校只有三成 所以其實他們有大量都是教保員 我們的不合格教師其實也佔了七成 那為了要消化這些教保員 所以他們就說 好那我只有五歲以上 一定要有一個老師 其他你要用教保員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有一個反衝期 到民國一百零六年的時候 如果你的那個大班 再沒有聘老師的時候 我要罰你錢 罰到你這間幼兒園到為止 那這時候 業者就開始想東想西 他們就想要開始修法 唉佑教老師就差那一個而已 我為什麼要為了那個佑教老師 多付那麼多錢 大家知道教保員跟佑教老師的薪資差異嗎 以私立來講的話 佑教老師大概是在 比較好一點的 大概是在快三萬 或者是四萬塊左右的月薪 教保員有的只有兩萬出頭 那在公立來講 教保員的月薪大概是三萬多 佑教老師一樣是在四萬左右 差了那一些錢 為什麼私立業者 他不節省他的成本呢 所以他基於這樣子的考量 他就要推動請立委們去修法 不要有佑教老師 我把佑教老師拿掉了 我就不會被罰了 所以呢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就說 第十八條的修法 是說 只要是具備三年以上經驗的教保員 他就可以佔老師這個缺額 不需要再聘老師 那第十五條是 任何人都可以進來當幼兒園的老師 都可以進來教學 所以這兩堂一修完之後 幼兒園老師等於是 是徹底消失在台灣的教育圈裡面了 也就是說 他不需要任何的證照 但是其實呢 我們的政府也不是說 好像教保員就一定比佑教師差 他們其實還是有提供很多的管道 可以讓他們去進行進修的部分 像以前他們是說 在民國101年 六托整合完之後 六年裡面 他要讓教保員去修完 佑教的學程 然後他要去實習 再去考教師檢定 也就是他要拿到教師證 他就可以變成佑教師 但是他以前是六年 他現在已經取消了這樣的限制 也就是說他無限期都可以去進修了 那再來就是 在103年5月20號之前 任職的 才能夠去修佑教學程 現在也都取消了 你只要有心 你都可以去進修 可以變成佑教老師 現在就只差在說 你究竟要或不要 那很多私立業者就會跟他說 你不要去修 你修那個你也考不過 那個教室證有多難考你知道嗎 可是其實把這個證照一拿掉之後 不只是我們小孩子的受教權受到影響 沒有證照的品質保證 另一方面 就是老師們 教保員 他以前如果拿到教師證 他是可以跟業者去說 我想要提高我的薪資 但是其實他現在如果不需要再聘老師了 他大可以盡可能的剝削你的薪資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 佑教師跟教保員可以共同合作 把我們的佑教品質整個相當提升 而不是因為業者 他為了要節省他的人力成本 就請立委去進行修法 那最後就是 以後如果大家在街頭看到 有人要連署 反對佑教法的修法的時候 也請大家 就算你可能不是那麼的想要去連署 但是也請給他們 社會工作人員一個微笑 那台灣的佑教真的要靠大家 來一起把他救回來 那我們要為孩子勇敢 而為孩子堅定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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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